大家好,我是白冰 今天第一次拍vlog 我來到大埔的連龍隧道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連龍場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馬上來看看 這是連龍隧道的隧道尾 連龍場是1988年捷克的布拉格 當時人民為了推翻胡薩克的共產主義政權 而在這場上塗鴉 為什麼它叫連龍場呢? 因為在這場上有約翰連龍的華昭像和歌詞 約翰連龍最有名的歌就是Imagine這首歌 大家可以去Youtube搜尋這首歌 很出名的 我就無謂在這裏唱給大家聽 一直拍一下這個連龍隧道 因為連龍隧道很值得 有攝影師在拍照 很值得去紀念 因為可能是全港現時最大規模的一個連龍場 當年香港第一次出現 看到沒有暴徒只有暴征 當年第一次出現 在香港出現就是2014年異散革命 在下角度和政總國出現了連龍場 然後第二次出現就是 2019年今次的 6月份這個反送中的問題 看到有很多義工在補給物資 沒有拍他的樣子 貼一試板 早幾天都有人在玩東西 有些人都撕下來 但又很快就貼上去 好 一邊拍一邊又和大家聊聊天 今天就是 我已經忘記了幾號 因為現在已經過了12點了 所以我不知道是幾號 今朝就是林鄭月娥開這個記招 說這個 壽終正寢論 當然也是 毛利拉威 不知道要幹什麼 好像撞邪 被人拿槓頭 不能說撤回兩個字 這是不重要的 因為其實 其實五大訴求 它是一定要全面符合 我們的所有抗爭運動 才會完結 才會暫時告一段落 所以 他得到這個訊息 不過他選擇去逃避 選擇去拖延 令到可能運動的時間 一過去就可能好像雨傘革命一樣 不了了之 但是 我們香港人是不會 重蹈2014年雨傘革命的覆轍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連儂隧道很長 可以慢慢拍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林鄭月娥的記招 全部都是 我聽的時候 都不想聽 但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一個所謂的政客 也好 所有人也好 男女朋友也好 他說什麼 其實真的不是很重要 譬如 他說他很愛你 但其實他又 經常都不見你 又不會跟你見面 又不會跟你聊天 聊電話 發訊息 他又是不是真的很愛你呢 這個就是 其實很簡單 可以看到 今天林鄭月娥說 我這段時間 不斷跟別人見面 跟不同背景的人見面 但是 到最終 他在完了記招之後 答了記者兩個問題 就閃了 很顯然而見 可以看到他那個 定位 他那個心態 是怎樣的 親民主持的好東西 所以 可以看得出 其實他也不想跟別人聊 說句實話 這句話 很有歷史意義 這句話 梁天琦跟我們說過的 這是誰說的呢 他是引自一個人說的 人民不應該 恐怕政府 政府應該恐怕人民 我們主權 不是在香港政府 亦都不是在中央 在香港人 所以就 對 這個 這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很久沒見 這句話 比較少人看 在三年之後 都比較少人看 不切不散 見得最多 守護香港 香港人加油 可以提一下 除了蓮龍場 還有蓮龍地 蓮龍地板 好像以前人家跳飛機 當然 一直被人踩 就是一直被人踩 這個 反送中 不是這個 送中四人組 咦 多了 梁君彥在這裏 叫什麼 啊 李家超 對 在這裏 葉劉都有 葉劉近來跟 亭不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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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開火 都很搞笑 大家可以見到 當這個 反對派 是大和解 你就見到 那些建制派 自己就會分裂 會分泛 還可以說一說 呃 呃 蔡麗雲今天說的那些 那些 他不斷瘋了 那樣 他說 不如成立個 獨立調查 鬼不會 無端 說這些很反常態的事情 大家也是不用理 就是政客說的事情 其實 哪一個都是 不只是建制派 泛民都是 說些什麼 是不用理 是看他們的行為 看他們的投票 看他們平時做的動作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譬如 呃 蔡麗雲祖在幾年前 我不記得幾年前 雷馬兄弟爆煲 即08年 雷馬兄弟爆煲的時候 你也曾經有說過 就是說 會幫一些副主 去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但是進去 和他擾到其實都是 投犯對票的 那所以 他口說些什麼 大家 開心一下 或者笑一下 那就OK的 不用太認真 就是對所有 政客 都是這樣的看法 就可以了 那 差不多拍了 那 我給大家看一下 傳照 都傳不了 因為都九空十三彎 而且全部都貼滿了 那我們呢 走回到出口 對啦 那你看到的欄杆 全部都是貼滿了 一個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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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 近來我都很害怕 很害怕再有些 不幸的消息發生 那所以這個是 一定要告訴大家 你的生命是 很值錢 很有意義 用來對抗這個極權 如果大家有看我第五權那段片 你就知道了 我們個個全部人都是身為第五權的一部分 才可以監察政府 又好 抗衡政權 一個 抗衡的力量 所以 一個也不能少 對了 那這個呢 就是 連龍隧道的 正面 給大家看一下 正面給大家看一下 保留了很多人 現在晚上十二點多了 我不知道搭什麼車回去 家裡了 回到去又要繼續剪片 因為我有片出 不過大家看到這段片的時候 我已經出了 那然後呢 我們去買 飲料 今天當然要買飲料 那今天要買什麼飲料呢 大家聽到我說這句話 知道我有多少號拍的了 我忘記了今天有多少號拍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七月幾 我不知道 發落不知時日 完全不知道 對了 我們今天是 一定要買保抗力 那 短講一下 那 保抗力可以說是 史上最強 Marketing 這個 因為 你也知道他TigerMarket一定是年輕人 那 我買一瓶飲料 好 好 謝謝 拜拜 好 那 那 就 繼續 現在要買保抗力 那 就可以看到 他很懂做Marketing 因為他們TigerMarket是年輕人 那 他知道 他其實 他一元都不用 他只是撤回廣告 這些就是撤回 撤回廣告 就可以 有超大量的人 勉快幫他搜尋 那 下午都有人 寫我就是 在Google搜尋 engine 裏面 裏面 保抗力是上了好頭的位置 那 這個是 一些懂做Marketing的人 就很明白這個道理 那 很明顯 林鄭和她的政治班子 完全沒有政治智慧 亦都不懂做Marketing 什麼鬼都不懂 那 基本上 那 所以 今天的影片 就來到這裡了 都七分幾鐘 還可以 不用剪片 那就 我們 第一次拍Vlog 所以 沒什麼儀器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